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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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皇上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这诸尔莫特纳姆扎叛乱 月中旗啊 立刻率兵平定 朕倒要看看 还有谁敢不驯服他 有皇上的龙威在 谁能不被驯服啊 嗯 皇上 令萍娘娘说新学了乐琴 想要弹奏给皇上听 已经在外头候着了 嗯 让她进来吧 这 臣妾 请皇上晚安 皇后娘娘晚安 起来吧 书品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们主这几日 一直头晕不适 左日贪新鲜 吃了半个贡礼 结果还吐了半夜 这 该不会是玉玺了吧 当然不会 臣妾体弱 皇上赏得做胎药喝了这么些年 也未有动静 太医事说过 臣妾子嗣缘搏 李渔啊 奴才在 传其入 喳 是吗 如何 好 恭喜皇上 淑嫔娘娘的卖相是西卖 已经两个月了 真的 决定无物 好 好 甚好 臣妾恭喜皇上 恭喜书品 恭喜皇上 盼了这么些年了 本都以为没了指望 这半年来 连做胎药都是有一碗没一碗地喝着 谁能想到 竟然真的有了 那是你秦真义切老天眷顾 碎了你的心愿 那做胎药本是强壮底子后筑蕴的 淑嫔娘娘服用多事 身体健壮了 自然是游戏了 吉太医说得是 那本宫之后的身孕就有劳齐太医了 是 还请皇上允准 既然你喜欢 朕就让齐辱照顾你便是了 你平位多年了 如今玉玺 就敬为妃位吧 臣妾多谢皇上 恭喜皇上 恭喜淑妃姐姐 今天妹妹来得还真是巧 真想沾沾姐姐的喜气呀 多谢令萍 皇上 那臣妾便先回去休息了 好 皇上 臣妾陪淑妃妹妹一起回去 她刚刚有孕 别疏漏了什么才好 皇后有心了 齐如 在 来 怎么回事 淑妃娘娘突然遇袭 想必是那做胎药 没有按时喝下的缘故 皇上您人心 所以那做胎药的药性 是极为温和的 并非是绝育之物 每次临幸后喝下可饱无语 从前都是尽宝看着淑妃喝下的 可谁知 淑妃竟然悄悄地停了 但是 淑妃是不是知道这做胎药不多 那未必 像是淑妃娘娘对子嗣之事已不再指望 所以没有按时喝下 反倒是意外得刺 臣请旨 淑妃娘娘身孕之事该如何处置 至此无辜啊 罢了 她既有福气玉玺 保住孩子 替淑妃好好照顾龙胎 是 听淑妃妃说 刚玉玺的时候会怕冷 您的备货要换得柔和厚实些 御膳房也会天天送 淑妃子母的汤淫过来 姐姐喜欢用什么 我亲自给你准备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 多谢令萍 你也真是太不仔细了 自己有了身子都不知道 太医总说 陈妃身子孱弱是不能有的 哪里想得到有今日呢 姐姐得宠多年 这玉玺是迟早的事 入宫这么多年 盼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了神韵 这个孩子 是我和皇上的骨血融合而成 从此后 这天地间就有了 我与皇上不可分隔的连接 只有这样 才不枉我来这一场 淑妃的孩子来之不易 务必精心照顾 是 太后 微臣有个不情之情 你说 臣自二十几岁入宫 时至如今 算起来也四十年有余了 不敢说世家有功 也算是兢兢业业 尽心尽力了 如今 臣已是老眼昏花了 臣想侍奉完淑妃娘娘平安生产 便想高老还乡 安度万年了 你在宫里辛苦了一世 既照顾了皇帝 孝贤皇后 又替哀家尽心 当淑妃生下孩子后 哀家许你回家养老 臣谢太后天恩 你又见到齐辱 到皇娘的宫里去了 是 有好几回了 这不是太医请安文迈的时候 而且齐太医身边 没有跟着随事的太医院内奸 所以奴婢觉得奇怪 齐辱是伺候朕的太医 跑到慈宁宫去做什么 皇上可还记得 淑妃是太后送给皇上的人 而淑妃停喝了齐太医 开的做胎药才有孕的 你的意思是 齐辱有意将此事 泄露给淑妃 让她有孕 下来齐辱不敢 否则安淑妃的性子 早就闹起来了 此事总有蹊跷 朕记得慧贤皇贵妃说过 齐辱替她医治 越移越兵 不得子嗣 但要是没有朕的吩咐 齐辱怎么敢这么做呢 慧贤皇贵妃的阿玛 曾促成端淑长公主远嫁之事 太后心里一直不快 难不成 皇阿娘一早就安排齐辱 对慧贤皇贵妃下手吗 朕身边的人 竟这般为皇阿娘周旋 连朕的嫔妃都敢暗害 皇上 奴婢先去彻查清楚这件事 若真的是齐太医 背贝了皇上的心愿 暗害了慧贤皇贵妃 到时皇上再处置不迟 好 你下去吧 是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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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